接下来也是一些小东西 就是 这个不算小啦 因为考就考这个 这个是简单的 这个讲简单的 我有个地面天气图 还有一个所谓的卫星云图 就同一天同一个时间的 然后看图就说故事 他说蒙古这里有个高压 蒙古这边有一个高压 那他问你呢 高压要标成什么东西 他已经把你标好了 他标什么 不要H嘛 不要H 重点是 你能不能看出来这边有个高压 我们H涂掉 你能不能看出来这边有个高压 然后因为你知道有高压 所以你就知道怎样 始终还是逆始终 旋处还是旋入 上升还是下沉 晴朗还是阴雨 DCR也一样 所以标什么 不要H 然后气压值看图就知道了 看图就知道1038 所以1038 所以1038 然后第一气压标什么 标L嘛 这里啊 他已经把你标好了 标个L嘛 还是一样 把L涂掉 你可以看出它是L吗 然后你可以知道上升还下沉吗 晴朗还是阴雨吗 始终还逆始终 旋处还旋入吗 然后多少气压这个图看不清楚 这个图上面看不清楚 糊掉了 1001 然后呢我刚跟你讲过了 我把天衣图画给你 我就可以比如说我问你 我可以问你说 请问你这边风向怎么吹 因为你有等压线嘛 我问你说这边风向怎么吹 诸如此类的问题 好 再来第一看 他说看到卫星云图 你只知道带壮的云跟封面有关 可是你 我们看不出来什么封面啊 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你看地面的雾图很清楚 日本那边 Japan这边 有个什么封面啊 冷风 这个什么封面 冷风 所以日本这边会有一个 冷风 因为你看出来有冷风 我就会问你说 这里跟这里 请问你谁温度高 我说你这里温度高 诸如此类的问题 那 就可以 大家会晓得 好 再来 我们看卫星云图 这边 我们讲过这一坨 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这边是台风 对不对 所以表示台风 那我们讲过台风是什么压 高压 这段海洋性低气压 所以低气压靠近 低气压好天气 坏天气 坏天气 所以天气会变 差嘛 所以我再猜出来 天气会变差 所以 这就是看天气图 然后让我们来判断一些事 我讲过了 我这里要交的东西 没什么内容 可是考试经常会提到他 考他 为什么 因为我要给你一张 地面拼忆图 考所有以前我教过的事情 都在一张图上看出来 看出来 OK 这是你要学会的事 然后再来降水几率 气象局 根据根据他的历史经验 根据他的气象学知识 手上的资料 来告诉你 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少 它就是一个可能性 没有保证 我曾经连续两天 他都告诉我降水几率百分之六十 就有一天下雨 有一天晴天 那都是要做百分之六十 一个可能性而已 然后呢 这个可能性 跟下雨的量 跟下雨的面积 跟下雨的时间 都没有关系 明天的降水几率百分之六十 不代表会下六十公里 或者是六公里的雨量 不代表台北市有百分之六十的面积会下雨 不代表明天有百分之六十的时间会下雨 都不是 就是一个百分之六十的可能性而已 就是你看官流这样 然后发布的时间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也不用管 就是负责听他说 降水几率多少都可以了 那么他应该叫做降水几率 降水几率 可是因为台湾的降水 这都是所谓的降雨 所以这样子在一开始发布 就告诉你说 我发布的叫做降水几率 可是有一些伟大的西文 也自动变成所谓的降雨几率 这样子 挑递的时候这样讲是 不对 要讲的是降水几率 降水几率 OK 但是 他又噗隆噗隆就过去了 噗隆噗过去了 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紫外线指数 柏尔的理化就可能有交过了 好 我们在中午的时间 每平方公尺所接受到的百交耳的量 每平方公尺五百交耳 叫做 紫外线指数五 有这个意思 有个紫外线指数 OK 这个 这个紫外线的强度 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臭氧量 比如说云 比如说反射 什么之类的情况 有一年学生问我议题 结果我吐成一席 讲错了 画一张图 问我哪一边 紫外线比较强 我一看我说应该山上比较强啊 因为通常山上比较强 山下比较弱 雪翼海边比较强 因为反射比较强 反射比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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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地的紫外线比较强 所以平地的紫外线 比较强 因为我少看看要画这个紫外线的图 所以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就看一看 了解一下就够了 然后呢 因为紫外线有派 所以我们有个紫外线指数 我们总共分做15级 这边应该也是博恩的时候提过 然后呢 分接等级 数字越大就表示紫外线越强 然后 多少以上过量 多少以上危险 好 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一般老师考试考这个 就背 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学测有考过这一题 但是学测考这一题的时候 不用背 题目已经告诉你 7以上过量 10以上危险 给一张表格 樱桃式 巴拉式 香蕉式 苹果式 不同天的紫外线指数多强 然后他就问你说 哪一个城市 紫外线指数过量的天数最多 你就紫外就好了 数就好 这个三天 这个四天 这个五天 五天最多 答案就是五天那个 所以你只要会数数就好 这样说图表解读 什么都不用会 看得懂图 会数数就会了 这是学测喜欢考那种题型 图表解读 图表解读 OK 好 这就是刚刚的等级 看看就好了 你就是一般老师考15级 气障过量实际上危险 背一下就OK了 小石一桩 气阳局碰到特别的天气的时候 会发布所谓的警报或特报 提醒我们大家要注意 然后小心一些特别的异常的不一样的天气 警报只有一个 台风 警报 特报有很多种 强风特报 低温特报 豪雨 大雨特报 浓雾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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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豪雨有不同的特报 他就告诉你 有这些情况有发生了 请你小心注意 你就是去听气象报告 他发出特报 告诉你有特别的天气会发生 有低温特报 明天天气要变好冷好冷了 衣服记得多穿一点 帮帮记得多塞一点 想会下大雨了 什么之类的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警报就只有台风 警报 就是提醒你注意 以上就是一些简单的小内容 很好的内容 告诉你一些简单的知识 看一看没有什么特别的 了解一下就够了 可以吗 可以 很好